本港經濟在今年第三季按年收縮幅度擴大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第三季下跌4.5% 外圍環境惡化明顯拖累香港出口表現 整體貨物出口第三季按年實質大跌15.6% 本地方面第三季實質私人消費開支 與一年前相比沒有什麼變動 經季節性調整後 按季比較就繼續上升 不過整體的投資開支 按年實質跌幅卻大到14.3% 是需求的 勞工市場情況改善 消費券計劃都會為私人消費提供支持 最重要的是只要疫情持續受控 經濟活動是應該可以逐漸復償的 消費物價通脹整體上維持溫和 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第三季按年上升1.8% 今年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率預測 由8月複檢時公布的2%向下修訂到1.8% 上映的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率預測 亦由2.1%向下修訂至1.9% 考慮到今年頭三季的實際數字 以及短期前景欠佳 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預測 由8月複檢時公布的-0.5%至0.5% 向下修訂至-3.2%